接下來這個打板方式是我在練Animal Kid Ringing這首歌曲的時候所練習到的 比較特別的是大部分我們普遍的打板都是只打了一下 通常打在二四拍 那麼他這首歌有的地方會出現打兩下這種狀況 我還蠻喜歡這個感覺的 所以後來我在改編孤獨的總和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感覺給加進去 只不過比較不一樣的是他這兩下是打在同一條旋 那麼這個狀況就會使我們在打擊的時候就會把我們的歌音給消掉 在改編孤獨的總和的時候 我在打兩下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不希望我的歌音被消掉 所以我就做了一點改變 我將敲擊的這兩下打在不同的弦上面 他就會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最後這一拍他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讓我們慢慢的講解一下這邊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打板 你們會看到我的大拇指打在第五弦上面 因為這邊的跟音是在第五弦 第二個動作我會做彈奏的動作 我會彈奏第二弦第三弦還有第五弦 接著第三個動作是打板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會希望我的第五弦的跟音是保留的狀態 所以我就看到了我的第四弦空掉了 所以在這邊我就會將我的大拇指打板的動作打在第四弦上面 然後這時候左手同時還會有一個垂音 所以第三個動作就會是長這樣子 右手打在第四弦 左手垂第二弦的第四個格子 接著第四個動作 就是勾音 左手勾音 所以這邊四個動作接起來它就會長這樣子 再讓我們聽一次 我在這一首歌的副歌當中 很多地方都會用到這個技巧 你們不妨去聽聽看 嗯 passionate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个打板的方式是我最近在改编 Love Yourself 这首歌所学到的 这首歌用到了很多打板同时又要刷咒的动作 所以是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麻烦的点就在于说 我刷咒动作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给我 比如说我只想要第二条弦的声音 它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通常我们刷下去的时候一次就会触碰到很多弦 没有办法真的说太准确的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为了提供我这样子的需求 准确的去弄到某一条弦 准确的弹奏到某一条弦 所以我就改变了我大拇指打击的位置 假设我现在想要弹奏第一条弦的时候 我就会将我的大拇指打到第二条弦 所以这时候我的大拇指动就会长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只有第一条弦是空出来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做一个刷咒的动作 就只会有第一条弦有声音 所以同样的如果我想要弹奏第二条弦的时候 我右手大拇指就会打到第三条弦 这时候它就只会有一二弦有声音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第一条弦要怎么办 这时候就会靠我的左手去做削一个动作 所以左手把下面的弦给削掉 第二弦空出来 右手负责上面三四五六弦 所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同样的道理第三条弦 第四条弦 第五条弦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前面的地方 一开始我马上就用到这样的技巧 你会看到一开始我的大拇指就直接扒到第二条弦 因为我的弦域在第一条弦 有没有 我的大拇指放在第二条弦以上 这时候如果在刷第二个动作的时候 刷下去就只会有第一条弦的声音 接着后面非常多的动作都也是这个样子 你们只要看到我的大拇指变成这样子打反的动作 我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慢动作再稍微再看一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